各位听众大家好 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米娜哈哈记事本 我是主持人米娜 很开心在节目中遇到大家 收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 如果有任何的想法要跟米娜分享 都欢迎到米娜哈哈记事本的粉丝专页留言 2018年我认识两位勇敢的年轻病友 分别是领巴癌的Annie跟骨肉癌的Lulu 我们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与疾病 但是我们共同都想为年轻病友做点什么 所以我们创办了我们都有病平台 认识了许多病友 记录他们的故事 我们想传达的 是希望大众对于疾病能够更加了解 透过同理打造病友友善社会 今天我想来谈谈我们创业至今的故事 这首歌也许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开场 我们来收听谢采妮 Annie带来的指挥帕打针 那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会议 我们今天会讨论我们今年度的计划 我们今年度会做的是病友研究 这里是我们都有病的工作室 台上的Mina正在跟她的工作伙伴们 讨论今年度的工作重点 会议桌上的伙伴 看起来都十分的年轻靓丽 很难想象他们都曾经是癌症患者 其实我自己是年轻乳癌患者 然后我们的共同创办人Annie 她是淋巴癌患者 Lulu是骨肉癌患者 那其实我们在认识之前 我们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 想为年轻病友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我们遇到了以后 我们就觉得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 台下正在讨论网站设计的 是Lulu跟Annie 他们都是Mina创业的好伙伴 这三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女子 打造了一个好玩都不行的平台 叫做我们都有病 而这个平台到底有多好玩呢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包含 线上线下的活动 在线上的部分 我们其实不只是只跟病友互动 我们也会有一些正确的味教知识 然后把它画成可爱的图片跟懒人包 那分享给一般健康的朋友 那这样子希望可以让就是 有病没病可以互相理解 那线下的活动 我们办蛮多病友的聚会 或是音乐会 就之前会想要创我们都有病 这个平台是因为 其实我们自身都遇过很多 生病后 但是让人难过的却不是生命本身的事情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没有病的人 他们对生病的人的不理解 其实反而会重伤这些生病的人很多 所以才创了这样子的平台 有时候都会不禁在怀疑究竟是我们有病 还是是这个社会有病 2019年我们都有病举办了一场演唱会 现场星光云集 有知名的艺人四分位 以及并有自己写歌创作 他们在演唱会上唱自己的病 也聊聊社会对于这个疾病的不了解 但是现场欢乐以及隆重的程度 可以说是指逼跨年演唱会 她是一个希望可以用更没有压力的方式 去跟大众宣导疾病的方式 因为即便是文章文字 她都还是太严肃了 但愿我们都可以为了更勇敢的未来 去努力 努力 努力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努力爱你 想要爱人 把你一直传到前面我 我们当然还是可以把文字写得稍微轻松一点点 但说实话 一般社会大众哪会对疾病这个主题有兴趣 包括我们那时候跟郑婷第一场音乐会之后 就会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 她虽然听过很多场不同的演唱会 但她觉得这场演唱会对她来说可能是意义很非凡的一次 她觉得她看到了很多生命不同的面向 不仅仅是演唱会 我们都有病的活动可以说是包山包海 还有健康 我们都有病成立两年多以来 一共举办了两场音乐会 二十场线下活动 我们参与活动的人次 线下大概有一千多人 在我们社团里活动的伙伴大概有三千人 演唱会 并有趣的活动记录 大家看起来都笑容满面 但其实 每个生病的人都曾经孤独地摸索未知的未来 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我会觉得最辛苦的倒不是治疗的这个过程 当然我们知道化疗标靶 这个过程是一定会有一些副作用 但是我觉得最辛苦的其实在于心理的压力 就是因为你身边都没有人做过治疗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恐怖的部分 会给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 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对于患者来说 就是复发转移的这个恐惧 因为医师没有办法跟你保证说 你这个疾病治疗完之后 会不会复发会不会转移 那对患者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就是长期的压力存在着 变成我自己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比较辛苦 是我找不到前辈的分享 所以不管是手术或是复健或是药物的选择 我必须要问很多医师才能得到我要的答案 我得到这些答案以后 我就觉得其实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分享给跟我遇到一样状况的患者 如果他也是乳癌 他也是年轻人 那这样子他会在各种药物选择上 有什么方式会比较好 明娜 我知道这个阶段你过得非常辛苦 常常在治疗中怀疑自己 但是其实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发现一切都会顺利 也都会好起来的 也希望你继续加油 嗨 嗨 怎么样 上个礼拜如何 这么礼拜 背后很紧吧 有一点 有一点 现在仍然持续在父亲的 Mina 看起来就像一般的健康人 但是曾经体会过那种恐慌 她希望自己能够给生病的人一些温暖的力量 虽然房间有不少的病友支持小组 但是 Mina 在生病的时候 也深刻地感觉到 年轻人生病与年长者之间 时常有些代沟 以前我们有蛮多年轻的病友 年纪很轻 可能才三十岁 罹患乳癌 直接想象到的就是乳房切除手术 那其实现在的医术非常良好 切除之后可以立即做重建 那我们其实就有年轻的患者 在询问比较年长的病友姐姐们说 她要怎么样选择重建的时候 其实是有被刺责的 可能比较年长的患者会觉得 你是爱美还是爱命 或是你的先生要是喜欢你 就不会叫你重建 那在年轻的社群里面 我们其实是很支持患者的各种选择 包含就是乳房重建 我们也鼓励说 如果你在意外表的话 我们就尽量去做 让自己漂漂亮亮的抗癌 并没有错 不仅是Mina遇到这样的问题 创业伙伴们在生命时遇到的状况 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谁走在路上就是被骂死 人要不会不高兴 然后谁被指指点点就是会开心 但那时候回头去想 你可能会觉得 他们会有那些的举动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 其实根本不认识 癌症这个疾病 团队里的每个人 都用了自己擅长的方式 试图让更多人了解疾病 安妮将愤怒化为创作的养分 为了吸引更多人了解 安妮把她生病的历程 写成了饶舌歌曲 让更多没有生病的人 能够了解病人的心声 证明有曲折 没人会教你 不能够活在丛林 每天都步步为一 而与我家屋根早晚 想去你 像我第一首歌是二十六 那就是我最愤世忌促的时候 然后我 我看不惯健康的人 你想我不配活在世上 我看不爽骂我 屁孩阿嬷 然后我受不了 对我过度关心的人 要我怎么乐观 请维持你的素养 把眼睛关好嘴巴 背上给爱友们体谅 所以二十六就是一首 充满满满的愤怒跟 爆发的一首歌 那天是2017年5月31 我被诊断出来 我走了085137 你不需要别人的同情 你不用看不懂三次大义 如果就是谁能够感应 你不需要调避 你也给我你们的实习 两个节拍在空中表演 随和我最需要爱的福利 可疑不可疑 经常我走在街上 有时没穿戴假发 光头只配着猫子戴口罩 穿松滑肚子 偶尔会有人经过 屁孩阿嬷耳机上 你们鄙视的鞋也像 我不配活在世上 其实没那么严重 我也何必紧紧计较 但经常打药 便宜下降 要是一堆药丸 你要我怎么乐观 请维持你的素养 把眼睛关好嘴巴闭上 给爱友们体谅 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 也不用让舞蹈散散大力 我护摸就是生了个大力 我不是没有意义 你贴给我你们的手心 打个节拍在空中摇影 可是因为有了这些宣泄 其实渐渐有很多人会 比较知道要怎么跟我相处 会比较理解癌症患者 所以我的心态也开始有了转换 就会觉得既然我被理解了 我当然也可以比较 幽默地去面对这件 对我来说 造成很大重创的事情 Ainny 我想告诉你 你现在会愤怒 沮丧 都是很正常的 但我希望你可以记住 不要放弃 去实际做一些事情 因为在未来 你是可以把重瘤 变成现金瘤的女人 擅长绘画的Ruru 则是与自己的设计专长 与专业的医师合作 希望病人在发病初期 能够获得更多正确的资讯 发现骨肉癌的时候 有上网先查一些资料 然后发现网路上资料都很恐怖 就可能会像那种 年轻人的杀手骨肉癌什么的 不然就是保腿不保密 保密不保腿 就是必须要解枝的那种照片 然后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其实心情就很复杂 然后也不敢去医院 就是做检查 在病中 Ruru靠着绘画姐们 她也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专长 让更多人不要经历 自己曾经经历的恐慌 当时会画这张画主要是因为 当时要回诊第一次的大检查 我非常非常地害怕会不会又再一次复发 这个感觉 那时候会画狐狸 是因为治疗的时候 非常喜欢看小王子 然后当时候我觉得 狐狸最后她去找寻她的自由 所以我觉得 狐狸可能跟我的心境更像 治疗完成的时候 一直在回想这段过程 就是能不能让之后的人 就是如果也是这样子的病友 看到就是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资讯的时候 不要那么害怕 因为其实我在做治疗过程 根本也就不是这样 然后那些资料都一定是 很久以前的资讯了 嗨 Ruru 不管你未来遇到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你的情绪 都能好好重视 做自己最好的模样 其实真的最大的力量 还是病友的回馈 因为每天都有这么多人 罹患了不同的疾病 然后他们也确实需要帮助 那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过来 你会知道说 这个时候真的只需要拉他一把 他就可以好过很多 那你就会觉得 你既然有这个生命经验 其实就应该分享给 需要帮助的病友 三个女孩原本都有各自的事业 却有着相同的目标 希望让疾病被了解 让病人不再孤独 让没有生病的人能够力挺正在生病的病人 Eric便是那个没有生病的人 但是却受到吸引 他也是共同创办人之一 Eric原本是Annie的朋友 后来知道Annie从生病到痊愈之间的过程 以及想要完成的梦想 连绝地要一起打造这个年轻的病友平台 这边让访谈员能够再连接回去访谈 我认为他不仅仅是局限在生病这件事情上 因为每个人可能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下 他都有可能会是弱势 健康生病这件事情 他只是在健康上面相对的弱势 但是他不代表他在职场上就是弱势 他不代表他在专业能力上他就是弱势 所以我会觉得 透过接触病友 让我重新思考了就是 在这个社会上 让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传统弱势的人 一般传统的那种病友型的互动 就是到一个聚会 方式不一样 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会透过线账啊 可能会透过不同的形式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现在已经慢慢去完 但是有很多东西 我们还是可以借由社群的形式 跟大家做互动 创业之经 他们收到了许多病友的回想 有更多的病友 因为认识他们 就此改变了人生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都有病的 成千直播室 我是我们都有病的 共同创办人米娜 大家好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是我们都有病的好朋友 钢铁琴 抗癌小贵妇 来跟我们一起聊天 对 今天时间真的很早 第一次这么早直播 对 大家醒了吗 Maggie曾经是脑癌与乳癌患者 在生病之前 她是静静业业的家庭主妇 生活总是绕着先生 以及孩子打阵 直到癌症照上了她 有 语言 鬼门官先走过一次 然后隔天立马又再 就是经历过一次 所以那时候就是会想像自己就是 没有办法陪女儿 走过她的下半辈子 然后我就有幻想 那时候的先生 就是娶了新的太太 然后他虐待我的女儿 因为我这种画面出现 病好之后的Maggie 人生观从此改变 她勇敢地走出家门 上山 下海 甚至玩音乐 要重新活出自己的崭新人生 病后其实就是 人生观改变了很多 像以前我是 不会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很多事情就觉得 那个我好像没有很有把握 我就不会因为怕丢脸 可是生了病之后 鬼门关走了两次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不敢的 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学去做 Maggie开出了粉丝专页 跟大家分享她的心路历程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 成为我们都有病的讲者 两人一拍即合 也成为了我们都有病的社群经理 跟着Mina南针北桃 分享自己的故事 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故事 我其实在早期都是靠我自己一个人 然后我也没有去上网去 Google说有什么样的社团什么的 就是医生叫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所以我后来后期就是遇到了这个社团 我就哇天哪 真的是相见恨晚耶 如果当时有这个社团的帮忙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轻松很多 我们这边就是台北的贝拉 有问题想要问这样子 对 贝拉问的问题是说 治疗过后多久 头发可以长出来 不要带假发 化疗的话 对 这边我们请钢铁 请跟我们分享 大概多久 治疗完多久 化疗完结束多久 长出头发 其实他就是慢慢慢慢在长 就像小平头那样子 是是是 同样也是乳癌病友的贝拉 是一位舞者 也是一位模特儿 在痊愈之后 他仍然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因为左手局部切除 跟领巴 前哨领巴切除 所以就是 这边就是变得有点紧 对 所以他有一些 抬手的角度 就已经不如缘分 右手就本来健康的手 可以抬出来的位置 在做那个超音波检查的时候 结果一看到我是4A 就是0到15% 我就先哭了 就是直接大哭的那种 我觉得那是一种 转换生活的重心跟注意力 就是我在学舞的时候 跟我在教舞的时候 其实就是 你会有一个任务赋予的感觉 所以你就会变成说 我要对这件事情负责 然后可以做我开心的事情 教他们也很开心 我学跳舞也很开心 因为是我自己本来就喜欢的事情 所以你就在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你又有转换助力 转换重心的时候 你就不会一直陷入在 疾病的不愉快 或是治疗的不舒服 难受的那个心境跟情境里面 你就可以跳多出来 然后做你原本自己开心 跟喜欢的事情 贝拉在治疗的时候 认识了米娜 从米娜经营的社群当中 她得到了同样是病友们的分享 让她面对疾病时 不再彷徨 不再恐慌 十岁在里面收获到最多的是 我在化疗之前 我可以真实地去看到 他们的一些分享 然后还有化疗的过程 或是前置我需要准备些什么 的一些资料跟分享 然后在化疗的过程中 就可以有互相的一些 加油跟鼓励 就是还可以得到很多温暖跟力量 面对疾病 你不是自己一个人 这段路我们陪你一起走过 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 把当下的小事做好 其实就已经很棒了 透过米娜与社群的帮助 贝拉跟米娜跟病友们成为了好朋友 大家三不时相聚 贝拉也非常愿意跟病友们分享自己的经验 跟着米娜一起上广播节目 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今天的大来宾贝拉 嗨 大家好 我是贝拉 我是觉得在社团里面得到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刚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回馈一些什么 我只能尽小小一份心力 我就觉得很 因为我觉得有拿把 有得到的东西 所以就想要可以回馈一点东西 我希望病友们 即便你生病了 你还是可以替自己感到骄傲 因为有些病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治愈的 所以我认为并不一定要一直去追求痊愈 生了病的我们并没有错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放过自己 然后让自己开心的活 这一年来 我们都有病持续书写病友的故事 在彼此的故事当中找到慰藉 不仅陪伴心灵 米娜与她的伙伴 同时也创造了彼此扶持的平台 用年轻人的方式 让生病的人在不安的时候 都能有个歇息的港口 接下来 他们也开始推动政策的改革 争取民意新药健保起伏放宽 未必有争取更多的权益